今天有一個會客是我們所愛的寬衛牧師 他從台灣回來顧駕 那感謝神恩典過去一年他在永和生效會做了美好的工 他想讓你們分享 那好不好我們拍手拍一張 沒有 Yes Yes 尤立雄姐妹平安 時間過得好快 記得去年剛好差不多整整一年之前 在這邊暗幕然後跟大家道別 現在一年已經過去了 剛剛在停車場見到Jacky 已經一年了嗎怎麼這麼快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那很高興回來回到我屬林的家 看到許多熟面孔 許多義雄姐妹 一樣在忠實的在崗位上面服侍 也看到一些新面孔 我覺得很感謝神 因為我真的覺得教會在主的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就是 做主的好管家 衷心良善的把主所交付的事情做好 我覺得看到許多的弟兄姐妹 就在這裡 在這塊繩索良給我們的地圖上面 能把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做好 傳福音 服侍 來到教會當中的人 我覺得這上帝的心 在這段中得到很大的滿足 看到眾弟兄姐妹 我也知道 今天我在台灣服侍 就是在這邊 侍奉 永恆聖教會的弟兄姐妹 其實 我們是在同一個戰場上面 不同的區塊 但是我們一同位主打 這美好的帳 我覺得這是 讓我們回到家中 回到蜀聯家裡面 覺得很喜樂 不孤單的 還是大家一起服侍 這樣一個感受 覺得非常的好 這是 比較後期的 好 好 那在過去的這一年當中 其實我們 一家經歷了 許多的轉變 當然從 這個熟悉的 南加州的環境 搬到台灣去 適應當地的 天氣 文化 擁擠的交通 在 從這個很寬廣的美國 搬到 曾經是 這個 全世界密度最高的 人口密度最高的永和 這樣的一些 適應 外在的環境 有許多的調適 那在生命上面 也有許多的改變 從 在這邊 是一個在 有主任牧師的 這個 Cover 底下 做一個 青年的傳道 但他變成自己 做一個主任牧師 有很大的 改變 就是我 有主任牧師真好 什麼東西都可以 由他來 來擋責任 啊不行 有人可以追 回去 沒有人 全部在 我的身上 好像自己 從一個 副手 變成要開一艘船 方向往哪裡走 這些資源怎麼分配 弟兄姊妹當中 有了爭端怎麼辦 都要由我來做最後的決定 那從以前 看牧師幫人家受洗 現在我要幫 別人洗禮 做各樣的輔導 家庭有狀況 我需要去 家人 那這些長輩 因為生病了 進醫院 我要去探訪 有人過世 有各樣的 大小的事情發生 我都需要 參與在當中 也更深的體會到 其實 當一個牧師 不論教會的規模 多少 他勞心勞力的程度 真的是 非常的 非常的沈重 所以有些人講說 牧師不是 禿頭就是 白頭髮 我覺得慢慢的可以 體會到這樣的感覺 因為 好像整個教會 發生所有的事情 都跟你有關係 人家生小孩 你要去跟他討論 人家生病了 好像是你家人生病一半 為父為父的心上 更多的體會到 當然 我們家也多添了一個 老三 三個孩子 那 維尼 維尼 也要轉變他的 身分 當然多了一個 也變成 回到台灣變成了師母 人家在看他 對他的一些期待 也不太一樣 我們家的小孩 也變成說 在這當中 看說 是牧師的小孩 也會有一些心態上面 的調整 但是感謝神 我們都調適得 非常不錯 跟弟兄姊妹也有 很好的關係 所以在過去這一年當中 滿有 上帝的恩典 那今天在這邊 也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過去一年我 在我們 聖教會 事工的部分 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對象說 還落腳 花很多時間 陪伴台灣的親人 那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回去 很大的一個目的 也很開心 能夠跟 雙方的 長輩 有很多的 的時間在一起 特別是我的 父親 哪怕 也還沒有姓主 一直很想要 陪伴他 但是很 很妙的是 在過去的 一年當中 他因為一些 個人的原因 反而跟我們很少見面 那我覺得 我的生命也在 這個 欸 上帝啊 你不是猜我回去 你要去陪我爸爸嗎 怎麼 一直讓我沒有時間 跟他在一起 讓他把心思放在 某些地方 我也遇到很大的 掙扎 但是 感謝神 一年過後 其實 我們兩個人之間的 關係 也有很大的改變 昨天 我們在教會 台灣 時間比較快 那我請我 岳谷去那邊講道 結果他後來跟我分享說 他講完到之後 有機會跟我爸爸交通 我就鼓勵他說 欸 這個 親家 這個 4月1號就是復活節 我們 這個小孫子 要嬰兒獻 你要不要跟他 一起 壽喜啊 結果 奇妙的是我父親竟然沒有 拒絕 那我跟美國講說 我繼續為這件事情 講到 其實上 我相信其實我爸爸 也在看 從一個 遠在美國的兒子到 回到台灣 跟他關注 我的生命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過去這一年當中 我也相信他 有一些的感觸 也希望我們沒關係 能夠更加的精神 讓他有機會可以 早日會入主的名下 所以回去台灣 要陪伴親人 傳福音也拿很 也是我們 很努力在做的 的 一部分 也感謝神 慢慢的看到 上帝的一些 作為 那我在 我們聖教在2018年 訂了一個目標 叫做 建立生命關係 成為社群祝福 顯出神的榮耀 那其實 講白了 這就是教會 該做的事情 我們叫到哪個地方的教會 都是這三方面 第一個往內 建立 人跟人之間 團氣好的關係 往外 傳福音 成為社區的祝福 用各樣的方式 把福音傳出去 並且在這個當中 彰顯 上帝的榮耀 那 其實我們很多各樣的目標 都不拖這三個部分 那這一次我比較著重的是 中間這個部分 成為社區的祝福 成為社區的祝福 因為永和聖教會 那其實已經是一間老的教會 他在那個社區大概有 五十三點的歷史 但是 Towntown 在那個地方很久 卻好像沒有 跟社區建立起一個很好的關係連結 可能在這邊大家都老會有救了 大家都很熟 那這些教會的流程重辦 每個禮拜 一週一週都是這樣子的存在 那 小組什麼的關懷 他關係都很熟 但是 好像對社區沒有什麼影響力 當發 就是 你推一些活動也好 或是有各樣的結局 好像也沒有辦法 進到社區裡面去 那 我覺得這跟我們在美美環境不一樣 那邊旁邊全部都是 台灣人 都是同文同種 都是 甚至是認識很久的老鄰居 所以你發現說 這個教會沒有辦法 進去 存福音的時候 我覺得 這當中 有一些需要 調整 所以我就把重點放在這個 成為社區的祝福 一直跟利用前面講 我們要成為社區的祝福 我們要走進社區裡面 用各樣的方式 所以就 安排了很多 不一樣的 方法 這個社區型的教會 我就 在裡面帶大家總訓 帶大家打泰拳 在教會的地下室 裝了這些 以前在這邊 後面跟大家運動的東西 有許多就空母回去 拿到台灣 繼續用 大家要來運動啊 然後藉著這樣的運動的方式 請他們邀請親朋友來 一起 就先建立關係 先 培養 弟兄姊妹 邀請親朋友的這個 能力 跟動作 在教會開 在教會開 舞蹈班 上面很奇妙的 兩個一個 普風舞老師說 他有多少多少年的經歷 現在在教會服飾 免費願意到各個教會 來開肯 說太好了 馬上簽約 然後 就課程 就開下去 這是比較 針對 長輩 針對 年紀比較長的 這種 舞蹈班 然後 我們的 宣教的 指示 牧師那有這麼多的 好的idea 那我們來做一些 福音主日吧 在主日結束之後 這個下午 可以有一些各種 各種不一樣的講座 在 3月18號 就會有一個 一個 中醫師來講 健康的講座 讓這些長輩 可以邀請他們 的朋友來聽 咖啡 咖啡的故事 這樣的一個 講座 我們接著 泡咖啡 吸引這群 愛好咖啡的人 一起來 來 聚會 有機會認識他們 高點說 中秋節 以後不用再買月餅了 來文教會學 怎麼自己做蛋黃書 有一個姐妹 非常的擅長 就開這樣的一個 福音主日 聖誕節要到 做這個 聖誕的圈圈 開這樣的手作伴 這些東西 在台灣其實 還蠻有市場的 大家蠻喜歡的 會想要 來參加這樣的 你的課程 他這樣會引開 其實 讓弟兄姊妹 更好地去邀請 他們 站到教育當中 有一個弟兄很喜歡 騎腳踏車 好那我們來開一個 單車遊台北的課 在禮拜六早上 就說 召聚對單車有熱誠的朋友 當然還是去洗單車 可是因為 辦了一期 大概 一次大概六期 因為台灣那時候 太容易下雨 只有出去一車一次而已 只有出團一次而已 但是 回應很好 那就覺得以後 可以不定時的 再來辦一間這樣的活動 然後我們年輕人這邊 要讓他去帶去參加 空中英語教師辦的工藝路跑 去做路跑 然後帶著他們的朋友一起去 然後再對於Family Yan Carlos 親子健行 剛好又認識一個 學員傳道會的 什麼傳道 他說 我的 passion是 健行 試工 好那我們就跟你去 來一起來做這個 健行的東西 用各樣的方式 想要接觸 社區的這些 全體 百姓們 兒童主日學 2018 寒假快樂日 我們有什麼 做燈籠 做什麼 新春的裝飾 好 那他們這邊做完了 你就有其他留在教會 直接就 放在教會 裝飾起來 那直接 其實很妙的是 其實大家都很喜歡過節 可是 在台灣大家都很忙 所以大家沒有時間 過這些 過節的事情 大家就 摸摸摸就過過去 但是我發現 當他們發現 社區也好 我們內動的公寓的領居也好 發現我們教會 從聖誕節開始 然後新年 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大家很開心 誒 你們又在做什麼樣的布置 啊 什麼什麼 解藥道 覺得很開心 那特別 我們用合同組織學校 來做的飾品 再當成布置的材料 這些小孩也很開心 被邀請過來的 小孩的家長 看到自己小孩的成品 放在教會 也很開心 就用這些東西 來吸引他們 進到教會 各種的講座 這是之前Sereena 這個青年的一個女生 她的父親 請她這邊來開 如何教養 親子的 這個講座 因為台灣現在這個 自學的風潮慢慢的 越來越多 因為這個 教育 體系 大家非常喜歡 那他們在多年前就已經做了別的自學 所以 請她來分享 哇 那個講座也吸引了 三四十個 弟兄姐妹 還有朋友來聽 聖誕哀樂之夜 我們要用音樂 邀請 社區的 這些百姓 一起來參加聖誕節 等等等等 那這些都是外部的 我們用很多的方式來拓展 那藉著 當弟兄姐妹說 我們有很多的福音的這些 活動的外展 那弟兄姐妹 瞧望他們 我要去邀請新朋友 我要去邀請新朋友 這樣的一個動力 那邀請新朋友進來之後 我們的生命也是很重要的 那 所以也在 內部推行 生命鐵山講 就是三個人 為一個 小的團體 那 每個禮拜 彼此 為彼此帶導 並且 督促彼此 在聖誕上面 有多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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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什麼等等 那當然這個 相對請邀請 新朋友 是更難的 所以在教會推行 也有一些人覺得 哎呀 途徑還要被逼迫 承重 什麼等等 那經過鼓勵之後 大概有 百分之五十的 實行率 那每一個人 有在實行的 鐵山講 其實 聽眾姐 他們有發現 真的是有幫助 所以在內部 推行 彼此 關懷帶導的 小小組 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還有建造 領袖的團隊 那我回去之後才發現說 哇 在這個當中 大家雖然都有 一個一個的 team 就是什麼組 什麼組 可是對於做領袖 跟帶領團隊合作的部分 其實比起我們在這邊 受過每個教育的 的這個 背景啊 我又發現又差了一截 領袖不太懂得 怎麼做領袖 反正就是 我把所有的事情 百分之八十能做的都做完了 剩下百分之二十的 再分分分分 而不是一個 怎麼樣召集大家一起開會 一起凝聚意向 好像我們 接下來教會將會有的這個 童工訓練 童工訓練 一起討論 凝聚出一個共同的意向 一起往前走 欸 是很缺乏的 所以在教會的內部 再做一個這樣子的 整合的工作 期待培育出更多的 新人領袖 還有這個 團隊領導的觀念 那以上很快的 一年的事情 15分鐘講完 所以很快的就這樣子把它 走過去 讓大家知道一下 這是我大概在做的事情 那也很期盼 接下來 帶來的同工的機會 在找照片的時候 找到一張這個 我覺得很喜歡 像之前 有牧師 怎麼樣的 學習 拿他 把他所有的 承接給我 然後我帶到 台灣去 就是所學各樣的 這些 好的 方式 帶到 台灣有的聖教會 來服侍 我覺得 我覺得 在這樣子的 方式之下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 看法 對於 事工的優先次序 要先禱告 要先 親近神 才再來服侍 這些等等的 許多的觀念 是很相合的 我也很期待 在以後 雖然在一個地方 但我們可以安排一些 同工的機會 怎麼樣 甚至我帶台灣的這些 年輕的人 來這邊 做一些觀摩 學習 一起去一些服侍 或者是 像 如果 有 待會兒可能有短圈的 弟兄姐妹 要分享 說回到台灣 然後 做一些短圈 做一些什麼樣的 事工 我們都可以聯絡 看怎麼樣 這樣 我們之間的這個關係 在神國 一起 為民主打仗 可以這樣 嚴格 一起來 服侍的機會 那我們 大家Facebook 也都有 那 聯絡的方式 現在都很方便 有什麼要來的 我覺得我這邊 也很 很open 很敞開 像昨天 在跟一個 姐妹聯絡 她說她什麼時候 要回到香港了 然後就要問她說 好啊 那我們接下來 有什麼機會 可以一起的 來服侍 在竹裡面 我們同心一起連結 一起 揮主打仗 我想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黃衛牧師 他是我們現在 我們教會的延伸 現在在台灣的一個點 那 感謝神 神讓我們教會有產生的 好幾位傳道人 在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 我們以周路師為榮 然後她親出於來 也更生於來 我們再次來拍手 我們謝謝她 謝謝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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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給她擺抱好嗎 我們舉起 舉起寶寶的手 主耶穌謝謝你 你把黃衛牧師 帶回到台灣 一段時間 主啊 要來帶領她的全家 來歸向你 主啊 也在那邊 做許多的連結 主啊 許多的安排 她包覆 你在她的生命當中 有更大的計畫 更寬廣的計畫 主啊 讓她在美國受教育 讓她在台灣現在的服侍 讓她能夠成為 主啊 全球華人的一個連結 主謝謝你 你要重用她 你要使用她 主啊 如同 主啊 有一天 主啊 有人對她說 她將來也能夠做華人的格力汉 主啊 謝謝你 主啊 你要來使用周牧師 主啊 將來 主啊 無論在你的話語上面的教導 主啊 在步道上 主啊 你給她有獨特的恩典 獨特的一個恩赐 主啊 謝謝你 成為千萬人的祝福 主啊 這是我們的禱告 主啊 讚美你的恩典 所以將來我們也可以連結 然後 那邊好的東西可以帶到這裡 我們這邊可以彼此連結 那我們的短圈隊也能夠帶過去 這邊也可以來到這邊 所以感謝神的恩典 所以這是上帝很寬廣 然後擴張我們的境界 我們請問妳的一位